大家同样都是负债人 都是曾经的时候挣过钱 到现在呢也是已经负债累累的 为什么就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 仍然会出现两种结果呢 就是有些人呢 他是这个钱是越来越难赚 这个还债呢是越来越困难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 这些债也被定的还得上 但是呢为什么还会有一群人 他有可能经过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就是比较短的一个时间 就把可能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几百万的一个负债就能还清 甚至有些能力更强的呢 人有可能几百万 三千万几千万的负债 甚至上亿的负债 只要抓着一个机会 就有可能能够翻身再起 这个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 我就不具体说某个人了 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为什么就是我们与这些 能够快速翻身的人 这个差距这么大 到底呢就是原因在哪里 大部分这个负债人 之前的时候不是没有赚钱的能力 然后呢现在负债了以后呢 就负债的这个事情啊 对他的影响 从心情上 从态度上 完全把它打入了一个谷底 就是说彻彻底底的把它打平了 然后他一直在 不断的在这个地上摩擦 就是原来的信心和勇气 是完全就没有了 就荡然无存了 他开始甚至都怀疑人生 甚至都开始觉得 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就完全陷入了一种 极度抑郁的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的一个动力 就觉得我完了这辈子 那如果抱着一个账的一个状态 那他出去能有找工作的动力吗 能有赚钱的动力吗 即便是一个机会来到他身边 他能够抓得住吗 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越挫越勇士的 是他们会保持比较理性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我现在虽然是负债了 但是呢 我很清晰 我想翻身逆袭 我想要东山再起 他是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的 就是说 虽然生活给我这样一个一拳中击 但是这个事件不会让我一蹶不振 要重新去开始梳理 总结我之前过去失败的经验 梳理我现在还拥有的一些资源 还有一些能力 然后呢 保持好平和的心态 我要积极的去面对新的生活 还因为他知道方向在哪里嘛 所以说呢 遇到新的一个机遇 他就会抓住 学会了梳理自己的生活嘛 就是未来的 比如说发展方向是什么 他的优势资源是什么 他会结合他自己的优势资源 给自己规划出掉新的方向去路去学习 然后去进一步去前进 我们不有句话嘛 失败是成功之母 对不对 因为他总结了之前的经验 他就会避免以后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他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 而他只要抓住这个新的机会 早天一定会给他一个大大的礼物 他挣的这个钱 有可能是之前挣过的这个钱 10年甚至20年的一个总和 所以说是可以很快翻身的 我之前那时候最高的数字 一个月可能就4万多块钱 今年可能有能挣个十几万 高的时候可能要挣一二十万 但是呢 就是通过我做这个短视频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在2021年9月份 开始无打无撞 进入这个中视频计划 做短视频嘛 然后陆陆续续发现 我适合做口播 做短视频 后呢我就一直把我自己 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啊 就这样讲出来 包括我自己处理负债的一些经验 我讲出来 就吸引了很多的粉丝的 这样一个认可嘛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做短视频两年的一个时间 我挣的这个收入 是之前过去10年 甚至20年所有这个收入的总和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负债就还完 现在就我就真的是去 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为什么能够通过 这两年的一个时间翻身 甚至动摊在一起 让我重新找到了我人生的方向 是因为呢 我没有把自己处在一个 非常抑郁的一个状态 一蹶不振啊 只要是你自己保持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心态 然后呢 你自己调整了你自己的一个态度以后呢 不断地积极向前 你一定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的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区别 你不能失去你生活的勇气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但凡是一个成功的人 他一定是比普通的人 那些胆小和怯怒的人 他是要有勇气的 有些人是打一下 然后被拍在地上 他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有些人他是越挫越勇的 就我这辈子不服输 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永远相信我自己 这样的人非常容易东山再起 真的特别适合所有负债人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现在没有这个勇气了 如果我现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了 我需要积极地去调整 你永远记住 不要忘记自己看目标的能力 就是我想不想东山再起 我是不是现在的状态不行 是不正确的 我是不是需要去及时地调整 一旦你没有放弃那个 就是看目标的能力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天 可以找到曾经失去的勇气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